古语有云爱兵如子,胜乃可全 如果想要打造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军队 除了需要过硬的军事素质,很好的军纪军风 还需要再加上爱兵如子的态度 放言古今钟外 但凡能够打造出精锐之势的将军 他们基本上都能做到纪律严明以及爱兵如子 比如今天故事的主角战国时期的吴琪 他对士兵的爱护亦如子之一般 甚至还为士兵口吸毒窗 不过士兵的母亲却大为感慨 告诉小兵,吴大将军这不是对他好 而是要他的命 此话何以?难道吴琪是在作秀? 不急,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 一起探究一下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为一个群体的引领者 领袖通常具备独特的人格魅力 以吸引有才干的人才全心跟随 实现既定目标 因此,朱元璋登基后 仍然喜欢被手下将领称为上尉 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建立一种联系 以便在战场上实现非常奋不孤身的行动 这种赢得人心的手段从未停止 战国时期的名将吴琪 甚至能为士兵吸取肉毒窗 然而,当这位士兵的母亲听到这件事后 他感到非常悲伤 责备吴琪想要伤害他的儿子 吴琪是一个热血青年 然而,当时魏国的统治阶级已经堕落腐败 吴琪耗尽家财 却未能得到赏识和重用 过去无忧无虑的生活也消失了 吴琪沦为家乡人嘲笑的落魄子弟 对无法实现壮志的吴琪即为愤恨 经过深思熟虑后 他做出了大大的决定 他当着母亲的面滑破手臂 发誓如果不能成为清相 绝不回魏国 然后毅然离开了魏国 离开魏国后 吴琪首先来到儒家思想盛行的鲁国 并投靠了孔子的弟子 曾参之子藏身 他想增身学习儒家经典 曾参对这个来求学的人 给予高度评价 并悉心传授知识给吴琪 怀揣着理想的吴琪非常勤奋 再加上他聪明才智 很快在儒家学说上有了很高造诣 然而就在这时 魏国传来了一个令吴琪心痛的消息 他的母亲因病去世了 尽管听到这个消息 吴琪没有过多的悲痛 仍然坚持学习儒家经典 然而当曾参得知此事后 对吴琪感到失望 在儒家伦理观中 家庭道德是世间的重要准则 母亲去世而不回家奔丧 被视为冷血无情之举 因此 曾参将吴琪驱逐出师门 终止了他们的师生关系 对于曾参的决定 吴琪仍然保持冷静 如果儒学过分追求行事 那么这门学问对他来说并非真正所需 随后 吴琪转学习兵法 这一次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成为一代名将 魏国兵圣公元前412年 齐国发动进攻 攻打鲁国 齐国与鲁国之间的敌对关系 由来已久 由于齐国实力强大 通常在交锋中占据上风 因此 面对齐国此次进攻 鲁国上下并没有太多信心 然而 鲁国向国公义修相 鲁木公推荐吴琪 并派他率领军队出征 面对鲁国军队 齐军并未将其放在眼里 尤其对于新兴的吴琪 更是不屑一顾 在战斗开始后 齐国将士勇猛前进 然而却被吴琪分兵包围 导致权限溃败 齐军只能灰溜溜地撤回本国 取得巨大胜利的吴琪回到鲁国 却没有得到封关禁决的待遇 反而遭到鲁国君主和大臣们的猜忌 面对如此出色的军事才能 鲁国统治阶级感到极度的压力 担心吴琪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 自知在鲁国无法得到重用的吴琪 决定不再浪费时间 因此他前往了刚刚建立的魏国 魏文侯渴望人才 对吴琪的到来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在与魏文侯交谈时 吴琪直言不讳地指出 魏国处于四面还底之地 强国还四 只有拥有充沛的武德 才能在天下称雄 若废尸五倍 就会任人宰割 吴琪的观点深深打动了魏文侯 他当即任命吴琪为将军 魏国在李逵的变法推动下 国力大为增强还建立了长北军队 这在战国时期是首次尝试 吴琪在这个基础上选拔优秀人才 组建了一支名震天下的魏武族 虽然成为魏武族的条件十分苛刻 但一旦被选中 士兵们将享受优厚的待遇 这支军队没有人数限制 巅峰时期达到五万人之多 拥有如此强大军队的魏国 成为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 吴琪非常重视这支由他亲自组建的军队 对每个士兵都倍加珍惜 他与士兵们同吃同住 亲自处理他们的伤口 甚至毫不嫌弃为士兵吸毒窗 每个士兵都倍感荣幸 能有这样一位将军 有一位士兵将吴琪为他吸毒窗的事情 写信告诉了自己的母亲 希望母亲为自己能够遇到 如此关怀的将军而感到高兴 然而 这位母亲得知此事后 并没有感到欣慰和高兴 反而哭泣不止 其他人对他这种异常反应感到困惑 而他解释道 吴琪曾为我丈夫吸过毒窗 为了回报他的安情 我丈夫勇猛杀敌 最终在战场上牺牲 现在吴琪又为我儿子吸毒窗 恐怕他的命运也不会太好 首先从战国时代的贵族等级制度上来看 一个普通士兵的性命 又能够值得多少钱财呢 值得吴琪为国打将军 为他去这样作骂 当时的人口和士兵 其实是十分容易得到补充的 将军和国家君主 看中的是战争的胜利 和得到的土地称池 死几个士兵 只不过是数字问题 吴琪真正要做到的 不是收买人心 而是希望在魏国军营之中 塑造一种官兵平等的习惯 正是凭借这种方法 吴琪使士兵们 坚定不移地投入战斗 魏武族才能在72场大战中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64场全胜 8场战绩不分胜负 与此同时 秦军一直与西戎作战 被誉为虎狼之师 在秦桧公统治时期 为了夺回被魏国侵占的 和习之地 他们全国动员 与吴琪进行了战斗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吴琪仅率领五万人 就是秦军溃不成军 吴琪的领导手段 着实令人难以企及 通常人们对领导者的印象是 高高在上 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权利 然而 吴琪却截然相反 他与士兵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 使士兵们心甘情愿 为他舍生忘死 由此可见 权力最有效的运用 并非通过强制手段 而是通过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使每个人自愿发挥最大的能力 才能完成最艰巨的人 如果吴琪不能掌握这种领导艺术 即使拥有如魏武族这样的精锐部队 恐怕在战场上也难以抵挡敌人的攻势 以少胜多更是无稽之谈